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太阳系内有六颗行星存在 包括地球 因为这几个行星都是人类可以在地球上用肉眼可见的 随着哥白尼革命的结束 以及后来凯普勒 伽利略和牛顿的发现 太阳系的结构以基本为人所知 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 越来越好的天文观测 证明了我们对行星运动的理解是正确的 牛顿万有眼力定律支配着地球上的一切 也支配着我们头顶上的天空 1758年 哈雷彗星回归的预测也证实了这一点 行星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的成功 让当时的人们认为 在太阳系中一切都是以之可测的 19世纪初 天文界还在为威廉·赫西尔 以及81年发现的天文性感到震惊 这是几千年来 人们在太阳系六大行星之外发现的第一颗行星 虽然当时天文学的大部分内容 包括观察恒星 寻找彗星和对深空天体进行编幕 但随着天文性的发现 一种新的探索正在形成 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寻找新的永久的天体 1801年元旦那天 意大利天文学家朱塞佩·皮亚奇 发现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他连续三个夜晚记录天空中的繁星 把观测到的同一个星群画在纸上 并仔细测量它们的相对位置 第一晚他做了一次测量 第二晚他又测了一次 令他惊讶的是有颗星移动了 第三晚那颗奇异的星 又移动了 也就是说那不会是颗恒星 这是第一颗被人发现的小行星 皮亚奇将它命名为古神星 也许由于太过劳累 皮亚奇病倒了 等它康复后再去寻找古神星 则不见踪迹 因为古神星太高进太阳 而被淹没在日光中 这是他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我曾认为 这颗天体是一颗彗星 但由于它没有伴随任何模糊的星云 而且它的运动非常缓慢 而且相当均匀 所以我好几次想到它可能不是彗星 而是行星 不过我一直很小心 不把这种猜想攻诸于世 实际上它发现的并不是一颗新的行星 而是小行星带中的第一个 也是最大的天体 古神星 十多年来 我们对这个小世界最好的成像 来自哈勃太空望远镜 即使是古神星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也有三亿公里远 虽然一些非常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 和完整的数据 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一些惊人的景象 但它的直径只有900公里 几乎是月球直径的一半 所以我们还是无法看到小行星的细节 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决定通过发射黎明号航天器 来突破固有的距离限制 该航天器旨在绘制和研究小行星带中 两个最大最引人入胜的天体 古神星和造神星 造神星是小行星带中的第三大小行星 以微弱的优势输给质神星 这里简单科普一下 古神星 质神星 昏神星和造神星 是小行星中最大的四颗 被称为四大金刚 从2011年至2012年的两年时间里 黎明号首先观测了造神星 并绘制了一张3D平接图 这是迄今为止 所有小行星所没有的 在对观测数据进行分析时 科学家发现 古神星是一个非常怪异的存在 在黎明号的诸多发现中 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阿胡纳火山 经过研究 德国宇航中心的科学家 揭示了这个奇异地貌 如何在古神星上形成 阿胡纳火山的高度达4000米 山坡光滑 没有明显特征 说明这座火山于最近形成 还没有足够时间出现古神星地表那样的多云坑特征 在测算古神星引力并研究这颗矮行星的内部构造后 科学家认为阿胡纳火山的形成 源自于一个从古神星内部不断上升的泥浆 岩水和岩石泡 这个大泡泡穿过地壳的一个薄弱点 最后形成了阿胡纳火山 基本上说它是一座巨型泥火山 然后黎明昊驶向古神星 虽然我们认为小行星带大致是呈圆形的 但有些小行星却不在火星轨道之外 而几乎与木星一样远 距离太阳的距离是火星的三倍 在黎明任务的两个目标之间 武神星比造神星更远 距太阳约7500万公里 因此它表面也更冷 虽然这两个星球表面都被认为布满了陨石坑 但是造神星至少在它向阳的一面足够温暖 而引力也很小 这就足以让任何可能在其表面形成的水冰瞬间升华 这些水冰不仅会变成水蒸气 而且造神星的表面重力也足够低 不足以将这些气态的充满能量的水分子 保持在它的表面 然后它们会逃逸 即使在离太阳这么远的地方 光是阳光的作用 就足以让这些粒子有足够的速度来克服引力 这就是为什么黎明浩在古神星上的发现 令人如此费解 当然古神星比造神星要大得多 质量也大得多 而且离太阳也远得多 当然还有一件最令人费解的事就是 古神星上那神秘的白点 关于那些白点 目前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这就是水冰 最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陨石坑底部的冰洞水 即使在阳光直射下 甚至在赤道附近 仍然可以保持稳定 这个由岩石组成的巨型小行星 可以稳定的保持住一块冰 甚至持续了数十亿年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冰 也是冻结的二氧化碳 因为它的分子量比水大 在某种程度上 这可能更令人惊讶 因为尽管二氧化碳的分子量大 难以达到逃逸速度 但干冰升华的温度比水要低得多 这只是一种坚固的岩石特征 但它的反射率与小行星的其他部分不同 这可能是古神星所固有的一种岩石 也可能是由于火山作用 从内部被喷发出来的 或许很有可能是陨石撞击所带来的物质 当然这种事情也少不了流行的阴谋论 有些人认为这是外星人 或者更确切的说 这些白点是发射光而不是反射光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不到如此巨大的亮度 反照率变化 因为反射的太阳光 相对于航天器的角度发生变化 从NASA的任务中 各种各样的图片 我们可以自己看到 这是反射而不是发射 黎明浩的轨道一开始距离小行星表面 13600公里 是国际空间站距离表面距离的40倍 随着后来黎明浩的轨道下降 用各种仪器绘制古神星的地图 了解这种物质的基本成分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白色的物质 很有可能就是水冰 因为古神星的自转轴 由于木星和土星引力的影响 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 从20度到2度在变化 而目前这一角度为4度 这就跟地球一个道理 地球的轻角为我们带来了四季的变化 为南北半球在一年内 也带来了不同的日照 而古神星的自转轴 目前4度的轻角 就足以其南北半球 受到极少的阳光照射 其陨石坑底部 也会很少受到阳光的照射 这就足以使得其他地方的水冰双滑 而陨石坑深处的得以保存 我们在月球甚至水星上 发现的水冰也是同样的道理 2015年 林明浩抵达古神星开始了观测 他发现 古神星表面有很多液态水流下的淫滋 遍及这颗矮行星的各个角落 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很显然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 这说明 在古神星的岩石表面以下 还有其他的分层 这意味着 古神星要么是一颗 现今上存的原始行星 要么就是当初有机会形成一颗行星 另外 古神星作为主小行星带中 直径最大的天体 它很适合成为一个殖民地 首先 它有着优越的地底位置 可以成为地球 火星和其他小行星之间的中转站 在航天器直升系外行星任务时 它可以成为航天器的补给加油站 其次 古神星的低重力 使它有着极低的逃逸速度 速度仅为510米每秒 这也就是说 在古神星中 可以使用较少的推进剂和能量 来发射航天器 最后 古神星存在着丰富的资源 这些资源在保证古神星 实现自己自足的同时 可以给殖民者提供帮助 总之 探究古神星 对于研究早期太阳系的形成 有着非常大的意义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 优优独播剧地下方留言 都可以猜到